大家好 这是游戏废人 前阵子有观众问我 忌炎要不要抽专武 当时我的回应是专武并没有直辨 就是单纯的伤害提升 所以应该是可以不用抽 但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游戏里面的公式 为什么这款游戏他的专武敢设定不会歪 就是因为一个角色他拿的武器是五星还是四星 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最直接的就是面板 我们直接看到角色伤害面板就跟米加游戏一样 他有白质跟黄质 攻击力%只会吃到白质再加到黄质去 这些计划方式现在很多游戏都相同 好 那么白质是怎么来的 白质就是角色等级加上武器攻击力 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其他的获取管道 像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角色基础攻击是221 武器攻击是374 所以两个加起来刚好就是595 完全一点都不差 而后面的黄质就是白质去乘以你的攻击力% 再加上升骸的固定攻击力 所以像升骸这些攻击力加150 或者是这个攻击力加100 攻击力加50 这些全部都是加到黄质去 不是白质 而我也有实际验算过 的确算出来的数值完全一模一样 一点都不差 因此可以得知 角色升级的能力提升是固定的 那么我们要提升白质 就只能够拿好一点的武器而已 好 那么五星武器跟四星武器攻击力差多少 四星武器有分两种 一种升满攻击力是337 一种升满攻击力是412 像这把互销重拳就是337的 是属于比较低的 而另外像这把骸行 升满是412 就是属于比较高的 判断方法很简单 等级1的时候27的就是比较低 等级1的时候33就是比较高 而目前33武器除了抽取的一把以外 另外一把就是在先约电台 就是我们大悦卡的奖项里面 而且这里的四星武器 对目前大部分角色来说 应该都会是最强的四星武器 等级90时候 一把升满的五星武器 以及四星武器 攻击力白值可以差到175 而我现在60等拿五星武器 白值也不过595而已 以技能为例 90等的攻击力白值也不过437 所以白值攻击力多175 在这款游戏里面 是一个超级超级大的提升 要比这个消费是25等生骸的 一个主磁条 还要来得强 所以五星武器 先不管它的附加能力 光是上面两个主能力 就完全吊打四星武器 这也是为什么 它敢设计五星武器不会歪 因为你有没有五星武器 实在是差太多了 而在附磁条部分 同样加攻击力 五星武器比四星武器 多了6.1% 也将近是多了一个磁条 也就是光在被动的提升部分 等于就是比别人 多装了一个攻击生骸的概念 那么附加能力部分 这个增伤提升 其实就比较小一点 因为不管它是写 共鸣技能伤害加成 还是普攻技能伤害加成 这个伤害加成 都是直接加到你的增上去 也就是跟上面的气动伤害加成 是相同层区计算的 在我自己测试 在完全相同装备情况下 没有触发普攻伤害加成之前 打一下是1251 触发伤害加成之后 是1314 当然这有稍微一点点的浮动值 但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区间 如果单纯只是计算伤害差距 大概只有5%左右 但如果把这个10% 套到刚刚的气动加成里面去 我当时测试的时候是69% 直接用69%以及79%的变化来算 得出来的结果 刚好就会变成是我打出来的伤害 因此这个加成 其实并没有仗位上来那么高 也因此以我这个全套为例 一阶以及五阶武器 共鸣效益的提升会帮助比较大 但后面的增伤部分 从10%变成20% 实际上总提升幅度 可能还低于5% 因此武器的斜赠 如果是单纯这种增伤部分的 效益就没有那么高 对我们来说能够先有一把五星武器 反而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因为现在45等 有自选一把常驻武器 所以至少你的主力角色 一定可以有一把 只是说是在从30等之后 你的冒险等级就很难提升 像我到现在也才不过36而已 离目标的45也还很远 所以我才会先科金 把全套给抽出来 毕竟我主要是要玩剑星 那之后如果有想要抽的角色 不管是哪一只五星角色 可能大家都要预估 最基本就是至少一只角色 加一把专武 或者是有些角色 如果刚好你旧的五星武器 能力是可以套用上去的 那至少哪一把旧的五星武器 也会比给他一把四星武器来得强 当然其中一个条件还是要看 他的伤害是根据哪个面板来看 毕竟以上都是以攻击力来讨论 如果像是淘奇这种看防御力的 五星武器就不一定真的比较好了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